政大办理农业与农地政策 参观学界高峰论坛 讨论现今国内土地实用现况 其中传统领域部落发展部分 邀请部落工作者小农 针对五月初上路的国土计划法中 订定的特定区域计划讨论交流 并分享自身部落经验 在土地上实用遇到的问题 国土规划要规划下去 特定区域要规划下去 但是实质上我们的生活 就单单是我们住的住家的 那个土地问题也根本都没有解决掉 很多人一些担忧跟担心在这里 因为我们一下又水土保质 又林雾菌 又什么动物法 我们的国家设的法太多了 害得我们住在山上的人 不知道要怎么去创新 谁来诠释我们的语言 这个过程里面的对话 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语言 转换成你们听得懂的语言 这个是我一直摆自己写的 就是一个陷阱就要卡住你的喉咙这样 你不需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在谈特定区域计划的时候 是非常难过的 族人哽咽 族语转译成中文上有困难 很难完整表达清楚 何况是健身难懂的法条 擔心落入文字陷阱中 而月明会再三强调 特定区域计划将与内政部共同定定 在法定上会有明确的规范 对我们原住民土地是会同定定 他那个位阶上是有已经在法上面 讲清楚是两个共同在定这个特定区域计划 跟未来的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是什么 是我们两个部会 过去是只有内政部自己说的算 现在要原名一起来 才能够定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至少它跳脱出 是跟可能交通部跟什么经济部的流域 还是什么特定区域来讲 我们那一块是直接在法上面是有做这样子的更明确的一个规范 如果我们有一个特定区域 把它框起来有一个空间去做另外的讨论的话 那它大概就是国土保育区 那就是一样就是四十年没变 今年五月一号之后就没有所谓开发许可 未来就是所谓叫做使用许可 所以这一次的两年内 要颁布那个国土计划就很重要 你如果一旦被划为农业区 就是农业发展地区 对不起 叫做农业发展 它就不能够转轨 也就是说以前区域就来说农业发展地区 对以前城乡发展地区 现在都不行 旧的国土计划说 除了国土计划说 还有一个叫都会区域计划 还有一个叫特定区域计划 那现在把这个东西都所谓的拿掉刮壶 意思就是说 它到时候会单独单独去订 学者表示 未来会针对部落族人 对于传统领域原宝地 文化惯息调查 征询部落意见 作为原住民族特定区域计划 相关规范的依据 记得下那岛秀 台北市采访报导